现在我想问的是 你创业的想法现在还有吗 我是我爸在前段时间打电话 我说他身体不咸了 实际上我自己的这个欲望 没有他这个电话 我是很强烈的 在说小孩要念书了 这个没结果 我就不敢在这上面再去 不得不面对现实了 虽然我还有创业的欲望 对吧 那你今天来这里 想面试什么岗位呢 我面试的就是在执行类 跟产品业务拓产 你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一万八家吧 好高哦 你最高才挣过五千每月 怎么到这一下一万八了 我认为我真的 我失败了很多 我可以让就是说 公司的试错成本降低 那是需要我们花钱 把你的教训买回来吗 刘彪我想说就是 打工求职讲求人岗匹配 如果你自己今天的一万八 你要匹配到 你要应聘那岗位 同时还有能力 刚才陀余老师讲了 唯独是什么 那前面所有的经历上 你完全没展示出 你具备一万八 这样月薪的才华 这是打一个问号的 所以才有了大家质疑 你自己是老板 你找个员工 跟你这样的经历 你愿意给一万八吗 没看到嘛 所以第一轮要选 你调不调整 不调整 就是你的整个的表现 和你以往所有的数据来讲 我告诉你 你就要五千五千的底薪 如果你有本事的话 你进去之后得到那个机会 好好地跟他们学一学 哪怕这样的话 你积累了经验之后 你以后你去创业也好 或者说你做成一个 到一个高管也好 这样你的薪水不会少 实话讲 如果这是在 非你没出以外的舞台上 你可能连这么长时间 在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回过头来 我觉得你应该认认真真地想 老父亲在家里生病 孩子要照顾 此刻我重新去赚钱的 起点在哪里 如果我今年 你十一年的职场经历 你去跟一个高中变异的学生 市场的价格是什么 脚踏实地的 因为你创业 我认为不要再去浪费时间和精力了 其实我来就是大家 十二位老板 大家的一个建议 我就是来添大家这个 如果就觉得 你那项目不用做了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一无十说了 那你添了建议 那我这就是给自己一个 是 是 是 那你现在重新开始 你现在相当于跟 刚刚毕业生的一些人 第一次踏入职场一样 你现在要重新开始工作了 工作的话 你拿这么高的起点 现在大家不认可 觉得你不足以置身一万八 你调不调 我觉得跟我的能力 确实不匹配 那你就是一分钱不调呗 不调不调 来 第一轮选择去获勒 我前面都没说 但是刘宾我想跟你这么来说 这些人的建议都可以不听 因为这些人只是另外一批创业者 对吧 他们说的做的到底对不对 不代表未来对不对 你是关注客户的 对吧 你前面讲了 你对你的进店的客户是怎么对待 你老婆对待的差异 有差异 你们还为此有分歧 那我给你的一个提醒是 不管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的创业的事 尊重市场 就投资人能不能认 你愿不愿意 你提的方案 有人愿意投钱 就算所有人都认为不对 你走下去 但如果你说了十家 一百家以后 发现没有人给你投钱的时候 你就要回反省一下了 是不是自己有问题 咱们没有了事业 至少要有家业吧 好 我是把一切都 咱不能当一个好老板 咱当一个好爹吧 命朝大海春老花开 春老 人生不适合过程 我问自己的理想就付出了 我是不是我的自信 是不是是否客观 我是无论次的 肯定是一个我自己的 所以说我是相信的 我有这个能力 所以说我一万八的底心 我是一定是去能够值这个钱 我问自己的能力